货车经过高雄前镇区左转要进工地 驾驭的钢筋超过车身长度 直接插进了后方公车里 两扇车窗玻璃当场碎裂破洞 还好没有人伤亡 而钢筋超出了车斗六公尺左右 警方也将依法开罚 货车车斗载的钢筋实在太长 后方垃圾车赶快往右闪 公车司机见状也想跟着绕过去 但后方还有骑士就怕撞上实在躲不过 钢筋就这样直接插进公车里 车身中间的车窗底部破了两个大洞 靠近破洞位置的玻璃几乎快要碎裂 不止司机乘客下都下坏了 就连后方驾驶骑士也都一样傻眼 好在当时乘客都坐在公车后方没有受伤 19号下午4点多 货车经过高雄前镇区锐龙路上 载着钢筋左转进工地 结果钢筋超长插进公车两货 警方到场一梁发现钢筋长度超过车斗 大约5到6公尺 根据规定不能超过车身三分之一 一旦超过依照道交条例 最高可罚18000元 并责令改正或禁止通行 钢筋插进公车 每商级人员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载运货物别违规上路 毕竟一时侥幸心态付出代价恐怕更大 记者梁家伟王秀成高雄才能报道